臺灣先看世界來看中國共產黨 十月十六 要來調開第二十次的全國代表台會 不過最近網路上是不少說中國的國家主席 十五月十七號 為哈薩克到烏茲別克 風門恢復之後就不再現身 我再採取 十五年去逢政兵 甚至有風聲 說他去逢軟劍 而就在那裡 習近平帶到他的幹部 到北京電南館看電南 也來拍賭 他去逢軟劍的要件 二十天的中國家主席 習近平總算在這日子河 公開在驚頭前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習近平等領導同志來到北京展覽館 走進展廳 參觀展覽 中國勇士報道 習近平在這日子河 去北京電南館參加 粉針新時代主席新酒店 要讓大家看到他的位置 這位公開在驚頭前 求外界解決策是要背回要件 習近平 十四號九十六號 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 還跟普通回答 十四號報名回到中國人的判斤 外界的日子習近平應該 控制起來 美國每天也報道 中國既定大規模出色航班 這件事不單純 一幅幅 圖片 圖表 吸引了習近平等領導同志的目光 他們不時駐足觀看 聽取講解 詢問有關情況 聽人家說 習近平一天人 回國後十天幾年 所以就去北京電南館 定義公開揹回大家的要件 不過中國要在這十個 基盤二十多 實際很敏感 一般認為習近平 看到八個月的過量沒大 不過在這人數安排 中間的確力 應期大家的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